开业30多年 知名的葱油饼店大牌长龙 大家都是冲着香喷喷的 夹蛋葱油饼而来 吃葱油饼习惯都夹蛋 没夹蛋吃不习惯 但近期全台闹蛋荒 业者做生意都受影响 少两三次我提早收了 四点多就收了 有的店没有蛋只有直接停业 八九百块涨上来 那1180 但6号开始 蛋价还要再涨 中华民国蛋价委员会表示 鸡蛋的批发价6号起 将从原本的每台金52元 调涨到每台金55元 星期四产地价 将从原本的每台金42.5元 调涨到每台金45.5元 每台金再往上大幅调涨3元 创下有史以来的最高价记录 觉得很严重 像我们自己本身做到台上 我们的进货量已经不足五成 对于周一蛋价在标新高 台北市辽林夜市 这间40多年老字号 偶尔间店脸书直接贴出公告 本摊即将断蛋 下周一起偶尔间可能没蛋价 摊商前更贴出告示 乳蛋等蛋类产品都没卖 约瑟要三分之一 心理掉 中南部有一箱2000 那个成本上 约着抱怨蛋价太高 买不下 干脆连生意都不做了 就连产蛋的中部也缺蛋 南投最大的日月坛红茶 观光工厂 宣布店内茶叶蛋 限购每人只能买两颗 鸡蛋大盘商已经料下话 现在每台金从52元 涨到55还算便宜 之后还会再涨 我觉得60次短时间之内 就会看到 那其实不排除那个可能性 单价节节攀升 已经是趋势 短期内单价 恐怕还是无法缓解 记者曾伟祥 杨师去陈恋安台北南投 采访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来科普一下下 水神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变成了水 这个换句话说 是完全不残留 也没有任何的污染 一天你就算使用上千次 也完全都不会刺激皮肤 小朋友 baby 儿童 孕妇 完全都可以用 欢迎大家上快点购